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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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 那种感觉如何受到我心心处的灵魂一直跟 那种热情还未降温 甚至物不可分耐 因为你找到我的存在感 由那日起 我们一起打球 一起跳舞 踩板上学 我们拿着ipod 穿着air force 打破格幕 我每个日出日落 我听着你的音乐 你没等低我一个 自此我们相住每一天 每次我们讲话 whatsapp 那个手势有多独特 我还记得即使旁人不明白 我们姿态太奇特 但是我对你太投入 他们视之为无物 Yeah So what 只要我带起个耳术 有你在身边 我顿时变得仪然似得 和你每一天都好像变得更充实 这一只故事就在我十六七岁 埋下风 我不否定图鸭艺术 它是来自于街头 它应该存在于街头 但是 为什么我会想到 摆入展馆这个问题呢 其实 摆入展馆 不代表要抹杀 他们要在街头的存在 只不过是 摆入展馆 是令到大众 多了一种地方 多了一种方法 去了解到 图鸭这个艺术 当然 它除了展览的同事 它还可以 加多一些主解 图鸭是怎么来的 好 自此我开始写下我们的事 用我每个字去到堆尺属于我们的诗 没有人会知道 没有遇上你的话 我们又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这个故事从来没有NG 从来没有Pan B 至少到现时为止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到 你的心中的位置 甚至太多人说喜欢你 所以我只在意 为什么他们一说起你的时候 总是串错字 或者在他眼中我们是个金矿 我会相当失望当你甘心被捆绑 所以我试过放下你当考验一下对方 才发觉我已经是你不可或缺的配方 我不知道明明终日已经整定 定义或在我生命中有日要秉承 但如果我们的相遇是个使命 那我们就在这个路口来做个见证给HIN 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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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的相遇都只是一个过程 甚至在任何一个阶段里面都可以视为一个课程 但最重要是在这些旅程里面我们可以互相去肯定 或者就由我第一次挣一支咪的时候 已经决定我之后所做的一切 但我发觉做什么都无所谓 因为最重要是于心无愧 很多东西都是事在人为 所以我保持着这份信心和童真 令我更加确立我之后的人生 就是可以去创造一份又一份与世无憎的艺术品 而我知道你并不是一个锁 你的出现也不是为了锁住我和阻止我 而是你发现令我看得更加清楚 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你 你只是其中一个我 这个就是我的hip hop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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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